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以股息率高低去考虑买不买入那只股票,你可能会中伏 今天跟大家拆解高股息率作为选股标准的三大误解 重温下如何计算股息率? 即使派息金额不变,股息率其实会随股价起跌而不断变动 因为股息率是一个相对数字,当股价下跌便会推高股息率 相反股价上升便会拉低股息率 股息率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公司基本因素转差 例如公司业务长远前景出现变化,盈利倒退,股价下跌 股息率便会被推高 如果只是根据股息率高而买入一只股票 未有考虑公司业务和盈利的稳定性,你可能会赚息蝕价 另外,如果公司派发特别股息,也会拉高股息率 特别股息多数属于一次性 一般因为公司出售资产或业务而获取的一次性收益 甚至是庆祝上市周年纪念而派发的 过了这个财政年度,股息率便会打回原影 要留意的是,一般省户在报价机看到的股息率都有滞口 因为是以过去的派息除以现在的股价 计出来的股息率只是反映过去的数据 当公司未来一年盈利下跌或改变派息政策,股息可能会减少 所以,用过去派息和现在的股价计出来的股息率 并不代表将来 请不吝点赞 – 解误